我想這個是遞盡其力 對地方來講多一個能夠替代道路 也會繁榮各方面 我想交通會帶動很多的建設 那這個案子是從業委員在高鐵 一通車其實是12年前 他就積極在推動 那我擔任交通部長之後 我有請我們同仁來全力配合 那現在的進度台南市政府也很積極 經過兩年的可行性評估 那在下個月就會報部來審查 我們會加快這個程序 那也會爭取行政院 以專案的方式來編列預算 那剛剛業委員也特別提到 他會協調這個用地的取得 有時候重大建設 這個工程或者是預算 是一方面 但最重要是跟地方的支持 所以這個案子 因為業委員有掛播警 那這個部分的時間 跟程序都會來順利的進行 我相信台南市政府 這一次的這個可行性評估 也已經完成 即將報部 我們就加速來進行 我們就加速來進行 感谢观看